嗨 大家早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个 我们一般听到的大法官视线的一个反应 一般我们都很尊重大法官 因为大法官是解释法律的机关 那么解释法律的机关呢 就必须要完全的公正 那解释法律呢 也要解释得很正确 不可以有所偏袒 那么你如果有所偏袒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还依据什么呢 大法官做出对年轻改革的解释了 他认为是核线的 那认为核线呢 他一定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他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年改里面的费用 他每一年的本息 都是由政府编预算 所以当政府的预算不够的时候 那么政府有权利去把年改月份的支付呢 可以去减少 大法官其实对于这个法律 也在劳保里面 也在国民年金里面都有一句话 叫做政府负最终支付的责任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基金 劳保基金 这个国民年金 军工叫紧销的退休的这些 这些月份的基金 这些基金呢 其实是工作的同仁 公务员他负一部分 政府负一部分 那就成立了这个基金 这个钱 这个钱就用来支付 这些人将来退休的月退 但是这些基金呢 政府过去的操作 就经常拿去保护股市 拿去这样去操作 操作到最后不赚钱了 然后不赚钱的时候 怪谁呢 怪你们这些军工叫紧销 但是这些基金谁操作的 是你们政府操作的 所以呢 这个法律其实规范的很清楚 就当这些基金钱 不够支付大家的月份的时候 月退缝的时候呢 政府就要把钱补进去 让大家得到的月退缝 是政府保证的月退缝 也是政府应该给大家的月退缝 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 那谁是最后的保证者 就是中央政府 但中央政府说 对不起啊 我现在的预算不够了 所以我没办法 我要把军工叫紧销的月退 砍掉以后 我才能够平衡预算 大法官认为 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这个叫赖皮 这个叫赖皮 这个叫政府赖账 大法官背书 中央政府对军工叫紧销的月退赖账 大法官在解释预算 中央政府有调整预算的能力 当中央政府预算的收支不平衡的时候 他就可以调整预算 那我要告诉各位 军工叫紧销月退缝减少 每一年是大约281亿 281亿 那中央政府的民进党认为说 哇 蔡英文政府认为说 哇 不得了了 我们每一年帮大家省了281亿 可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也是同样用政府预算来编列的 各位可以看到 同样用政府的预算来编列的 停建核市2849亿 前瞻计划8800亿 风力发电9625亿 燃煤预算1000亿 新南向政策到目前为止 是186亿 然后七个电厂 主要是燃煤电厂 七个电厂的更新 9163亿 总共是三兆1623亿 各位 民进党政府很厉害 这边把军工叫紧销 砍掉281亿 然后它额外的支出是什么 蔡英文政府 你看清楚 这是你新编的预算 总共是三兆1623亿 三兆1623亿 这些钱可以支付军工叫紧销的年改 281亿多少年呢 112年 112年 我们现在才是中华民国 108年 现在才是108年 那这些所有的费用 来支付我们军工叫紧销 所砍掉的 这个年改的预算 可以支付112年 所以说大法官先生 这些视线认为 同意蔡英文政府 可以这样做的 这些大法官先生 你看到了你主张的 政府中央政府的预算 是应该要去合理的调整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 花了这么多的钱 蔡英文政府真厉害 你编了这么多的预算 把钱都拿到这里用了 然后你来欺负 那个可怜的军工叫紧销 所以大法官 认为视线民进党的连改 是合于宪法的 请你们大家举手好不好 你们承认一件事 就是你们今天帮蔡英文政府说 对不起 我们当初跟军工叫紧销 所有的人 这个签的约 我们可以赖账 那如果这样可以赖账的话 劳保基金也可以赖账 国民年金也可以赖账 所有的基金都 国家的基金都可以赖账 各位 因为每一个基金后面都有一句话 政府负最终支付的责任 什么叫最终支付的责任 就是你保证嘛 这个基金垮了 这个基金没钱了 政府一定编预算帮他补足 大法官 你看不懂这个法律的意思吗 你看不懂他的立法意志吗 你看不懂他写出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上面写得很清楚的 政府负 最后支付责任 从大家一般法律的解释 司法的审判 是什么意思吗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基金亏损的时候 中央政府要补足 不可以让军工叫紧销 少掉他的月退缝 懂了吗 这些事先同意蔡英文政府这样做的大法官 你们听懂了吗 我一个小老百姓做过立法委员 做过中华民国最大县市的首长 我周锡伟在这边挑战你们的法律 挑战你们解释法律的认知 挑战你们帮助蔡英文政府赖账 你们真的很丢脸羞羞脸 你们很丢脸 如果照你们这样的解释 国家所有的基金 到了最后有亏损的时候 政府都可以不负最终支付的责任 老保也一样 苏贞昌前一阵子跳出来说 啊 老保基金可能会有亏损 我们中央政府编两百亿来补他 哇 苏贞昌 你懂了吧 你大概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你只照顾老公 老保 因为你要他的选票 但是你们觉得军工叫紧销 政府的公务员可以欺负 所以你就骗人了 完全骗人了 我再重复一下 讲我两个 在这里大法官视线的荒谬 第一个就是政府负最终的支付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你基金有任何的亏损 你不可以去苛扣军工叫紧销的月推奉 你应该由政府负责 帮他补足 一年就是两百八十一亿而已 第二个部分 中央政府编列预算 大法官应该去 好好的看一下 民进党政府怎么样违法的滥用人民的纳税钱 这个叫蔡英文政府编列的预算 各位大法官 你如果视线同意的请你看一下 各位大法官请你看一下 这就是你们保护的蔡英文政府 他上台就可以编列多少的预算 浪费多少的预算 三兆1623亿 其实还不止这个数字 大法官看见了没有 什么叫中央政府的预算 这个叫中央政府的预算 这个叫中央政府的预算 大法官 看懂了吗 不要蔡英文给你个大法官做 你就连人格都没有了嘛 你就连是非的对错都没有了嘛 各位大法官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告诉各位 你们如果认同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们将来一定会受到报应的 因为你们没有拿你们的良知跟良心 跟你们的专业 出来做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你们保护的蔡英文 这就是你们保护的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政府这样的浪费 我们国家纳税人的钱 如果2300万的人民来平均下来 每一个人要付出13万元新台币 这些所有的钱可以支付 年改军工较紧销 112年的这些取消的金额 112年 我在这里真的要讲 蔡英文 你们还算是人吗 你们不但剥夺了国家保证 应该要支付的军工较紧销的月退风 你们还羞辱他们 你们还羞辱他们 你们还剥夺他们的尊严 剥夺他们最后老年的时候 必须依赖的生活费 你们逐年递减递减递减到最后 当他们老去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有多少军工较紧销 照你们的这种月退的 年改的方式去做 到了年老的时候 想要请个用人来照顾他生活 都请不起 你们于心何忍 然后你们把钱拿去这样浪费 新南向政策钱花在哪里去了 8800亿你们到底要怎么用 你取消一个核四 你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 这些预算需要这样花吗 我必须要讲的是 我们这个国家被民进党 已经完全弄乱了 弄坏了 连我们最后依赖的防线 法律跟宪法 依赖的最后的防线的大法官 都退守 都溃败 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依赖 想想最近的 总统专机走私 失焉的事情 雷声大 雨点小 轻轻地放过 各位 那个走私不是只有香烟 那五部三顿半的车子里面 三辆是在烟的 请问另外两辆是在什么 检察官有差吗 是谁买的 有差吗 是谁同意的 谁放行的 有差吗 行不上大夫 陈水扁可以在外面啪啪照 你们每一个司法单位 看见了没有 可以这样做吗 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 要靠自己的力量 这样的一个蔡英文政府 这样一个蔡英文刻意在最近才新任命几位大法官 让大法官的人数超过一半 视线完全由蔡英文来操控 大法官被任命的乖乖听话 因为是蔡英文任命你们去的 乖乖听话 这样的一个蔡英文政府 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贪污腐败 现在我们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政府完全没有效率 社会上完全没有是非对错 这样的蔡英文 一定要在明年的1月11号把它拉下来 再不拉下来 我们中华民国就灭亡了 一个国家 没有公平的法律做依靠 这个国家没有繁荣发展的希望 这个国家人民会受恐惧在国安戒严法 这个国家走不出去 请问 这个国家现在领导的蔡英文 不该下台吗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说的最主要就是 蔡英文政府 大法官 你们已经信用全失 你们丧失了你们的信用 从今天开始 各位亲爱的同胞 蔡英文的政府 对你们所有说的事情 都可以赖账 蔡英文政府 新的名称叫做赖账政府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多多指教 请大家多多指教